才刚刚登上《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人物 10月13号是香港学运代表之一黄之锋的生日 今年刚满18岁 黄之锋许下生日愿望 希望能够真的实现香港普选 还写上希望岁岁无精招 就是希望不要再次有占领运动 年轻人被迫走上街头 雨伞运动民众高唱旋律歌对抗闹草人士 不过今天是真的有人旋律了 就是血运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 他还有一个特殊造型最有意义的旋律蛋糕 黄之锋在点书许下愿望 希望战友们一切平安 雨伞运动的大家有足够的意志沉下去 还有人大收回决定香港有普选 他的愿望还写上 希望年年无精日 水水无精招 就是希望不要再次有下年运动 年轻人被迫走上街头 快点回家吃饭 快点回家睡 我很怪住家里的床 很怪住家里的 是很怪住家里的 我们担忧 但是我们绝对世不拔忧 是吗 我们相信 争取民主 就是要的不可能 变为可能 有创造力点 他就是要做很多的 总是站在第一线高宣几乎要换起香港人的决心 不要对不合理政权妥协要坚守民主 黄之锋的九二七那天带领民众从多公民广场 但也遭到拘捕 万如18岁成为法律上的成年人继续参与雨伞运动 黄之锋可能要面对更多的法律责任 勇于面对扛起责任 黄之锋说并不害怕 求后算账 他认为公民抗命 就是要以和平的方式抗争 然后接受法律责任 甚至做好入狱的心理准备 雨伞运动持续延烧 黄之锋的18岁生日就在街头度过 对他而言肯定也是一次印象深刻难忘的生日 新唐的有些电视综合报道